音乐 喝到一杯好咖啡 那天心情就很好 所以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这样子 好的一天就从被尸体开始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精神 一遇之际在于晨 一大清早喝一杯好咖啡 不仅让你神清气爽 更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秉持这样的信念 让许老板在一次圆灯下 兴起了创业的念头 会去接触咖啡是本身 我很喜欢喝咖啡 然后做咖啡 其实我一直年轻以来的梦想 那因为之前我们就喝到 这个陈先生所调制出来 这个特殊很有品味的一个咖啡 那我后来就去直接去找他来合作 把这个产品去发扬光大 从一个门外汉到如今成就 许老板重视每个小细节 不仅在店内装潢上加入了自我设计小巧思 也会严格要求每一杯咖啡的品质 认识一个东西或经营一个东西 你一定要用心去钻研它 它没有什么说特殊的秘方 选了好的东西 好的冲泡方式 好的流程 它就能做出好的东西来 所以我们就是以简单二药新鲜 让客人来说好 它才是好的 对许老板来说 咖啡不分好坏 只有最适合大家的口味 因此他们带着诚信与用心的态度 坚守新鲜的原则 呈现给咖啡爱好者 最丰厚细致的口感 我们每一把咖啡都要蹭过 就是一定要用感情下去泡这个东西 让大家都感觉到说 能喝到你真心去煮出来 这些咖啡的味道来 那很重点就是说 你一杯咖啡 你一定要去注意它冲泡的时间 你太快了它可能萃起不够 太长了客人没办法等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很完整的SOP 就是在几秒钟的秒数 一定要控制好 它的萃起是刚刚好的 每分每秒精准掌握 带出丰富层次的质感 散发最浓醇的香气 看着玻璃罐内一颗颗的咖啡豆 其实它们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 和自家烘焙后的成果 基本上我们是经过五到六种国家的 地区的咖啡豆去经过筛选 而且要根据就是说 它温度的不同 还有气候的不同 封培的方式稍微有差异 一个是属于直火式的烘化 然后再一个属于热风式的烘化 那烘完以后 它会有很大的火味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要让它醒豆 三到五天 然后才开始去调配它 才就是分包 然后去把它拿到门市去换送 不论是一包包咖啡豆 或是一杯香醇的咖啡 都是他们的心血结晶 而这番成就 许老板也乐于分享 希望透过他的经验 帮助更多想创业的人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创业 那所以我也是 因为之前都很多人来提拔过我 那我只要去感恩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 我也不定是把我该有的经验 跟年轻人去分享 我们就是会在教室里面 做完整的28天的教育 认识咖啡豆 研磨咖啡 怎么去冲煮咖啡 整个流程 他的熟熟度 还有就是他的量的控制 各方面都要严格去要求他 受训取完 一定会经过严格的考试 没办法通过 我们基本上都会暂停你开业这样 严谨与完整的培训 让想创业的伙伴们 一同加入咖啡天地 不论店内规模大小 许老板都会尽心竭力的辅佐 希望让这股咖啡香 飘散到台湾各个角落 开店很容易 经营成功 它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尽量都是以小店面为主 让大家就是说 租金的压力不要太大 然后以攜带为主 许老板也很用心地在布置 因为这间店只有一瓶大而已 它能把每一个用处 发挥到最好的 让我们能够在里面 很舒服地工作 我们都是每一个进来训练的人 都是很用心地去做这一杯咖啡 其实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们也蛮担心的 因为就是说 这个从完全一个外行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好像依着我的本性 对于事情的坚持 以近期的精神 一路走来还算很成功 有客人的鼓励 跟同好的鼓励 听到客人说 你们咖啡真好喝 所以这感觉就是 蛮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